这么说来那长刀血魔应该不止一人 杨琪问道 不 宋东风摇了摇头 我可以确认那长刀血魔乃是往生教之人 而救走他的人则只是普通舞者 往生教 杨琪心中一惊 原身当初全家被判入狱 就是因为是涉往生教 而且在他的记忆中 杨开泰确实和一伙神秘人有过密切接触 当时由于年纪太小 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后来杨琪穿越过来 通过查看记忆 再结合后来被判留放冲军 他这才意识到 那伙神秘人应该就是往生教教徒 之所以敢这么确定 是因为杨琪曾经亲手接触过往生任 记忆中那是原生五岁的时候 有一个光头胖和尚来到家里 杨开泰初见胖和尚显得十分惊讶又紧张 然后又慌忙地将其迎进家中 德本大师近来可好 杨开泰急忙问道 而这时候年幼的杨琪则是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哈哈 刚刚顺路将一个一直和我作对的家伙 全家都吸收了 现在还没来得及练花 胖和尚见到杨琪 脸上露出大笑 一把就将他抱在了怀里 小孩 你是谁家的 我是我家的 杨琪奶生奶气地说道 哈哈 胖和尚开怀大笑 抱着杨琪左晃右晃 而杨琪则是被晃得大笑 同时伸出小手一把抓住 胖和尚脖子上那硕大的佛珠 当手碰到佛珠的一瞬间 杨琪的脑中变轰的一声 一股气血之力直冲进杨琪的体内 坏了 胖和尚大叫一声 然后杨琪头一晕 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之后在杨琪的记忆里 原生的父亲杨开态 总是盯着他的脸看 时不时地还探上一口气 那时候由于年纪小 杨琪并没有明白 那股气血之力代表什么意思 后来逐渐长大了 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 便将此事抛在脑后 杨琪穿越过来 仔细梳理了一遍记忆后 发现了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事 他现在这具身体的容貌 和杨开态长得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杨开态一副文人的形象 容貌轻渠 脸型稍长 额头宽大 而杨琪则是容貌俊秀 气质阳光 若是外人第一次见到二人 很难会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 再加上杨开态牵连尽网生教的案子中 所以杨琪大胆地假设 当初那胖和尚所带的佛珠 就是网生人 而幼年时接触过佛珠后 那股气血之力改变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今天听到宋东风又说起网生教的时候 杨琪的心中一惊 埋藏在心里的记忆又被重新唤醒了出来 这时宋东风又继续说道 我曾经在徐州地界与网生教的人交过手 那股浓郁的气血之力 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 不会认错 不过有一点我很奇怪 哪里奇怪 谢芙蓉问道 如此看来 城中失踪的人应该都是被网生人吸干了气血 可是尸体都在哪里呢 尸体 谢芙蓉并没有理解宋东风话中的意思 网生教之人吸取气血之后 都会留下一具干枯僵硬的肉身 可城中之人都是失踪 并未发现现场留有尸体 宋东风解释道 那会不会那长刀血魔把尸体处理掉了 谢芙蓉问道 不会 宋东风摇了摇头 若是一个两个倒是有可能 但这长刀血魔可是杀了很多人 肯定是来不及处理掉这么多尸体的 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判断对方是网生教教徒 但一交手就能确定 哦 谢芙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究竟是何人会救走一个网生教徒呢 杨祺有些不解 不清楚 网生教徒在江湖上人人喊打 实在想不出会有人能暗地里帮助他们 杨祺 一想到原生的父亲 杨祺心中生出一丝悸动 搞不清为什么杨开泰要和网生教的人勾结在一起 而他也不想知道其中的缘由 如今又遇到有人在暗中帮助网生教之人 杨祺下意识就拒绝探查此事 无论是什么人 都有六扇门的捕头去管 我们还是赶路吧 杨祺说道 宋东风一听到杨祺这么说 沉吟了片刻 在下刚刚晋升八品 恐怕还需要一天时间来巩固境界 那就多留一天吧 杨祺说道 其实以宋东风积累的底蕴 他完全不用再多花一天时间来 之所以还要多留一天 这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些疑惑 昨夜遇到的那名手持弯刀的武者 是在有意地施展刀意 仿佛就是在给他卫招一样 这让宋东风十分不解 虽然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却没一个是八品以上的 更别说领悟出道意来 否则宋东风也不会蹉跎这么长时间 一直停留在七品境界 其实若是他肯取个巧 没准早就晋升八品境界了 不过宋东风有属于自己的野心 他还想在武道上攀登更高的山峰 那就是成为九品先天强者 但若是不能在八品之前领悟出意境五学 则一辈子都会止步在七品 所以他这才一直想领悟出 属于自己的建议来 然后借此晋升八品境界 之前面对徐宇师九品的压迫和阳琦 小李飞刀的杀机 他都已经感觉到领悟建议的临门一角了 可最后终究没能成功 直到昨晚 在那名弯刀舞者的刀翼之下 宋东风这才悟出建议 究竟是什么人会这样帮他 他心中不解 不过也隐隐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而且他还想知道 今夜那名弯刀舞者还会不会出现 待到夜晚 宋东风依旧是悄悄地溜出房间 施展轻功在幽州城内不停地奔走 时不时地还会突然回头 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他 结果溜达这一整晚 一无所获 既然那人没有出现 那就算了 不过对方既然有意在帮助自己 在以后没准会出现的 毕竟使用弯刀 而且还会刀翼的舞者 江湖上实在不多 早晚会知道的 于是第二日 杨琪师兄弟二人再加上宋东风师徒 便离开了幽州城 朝着黑石城而去 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